另外天花板的那盞金色的水晶燈 中間還畫了一個紅太陽 感覺老實說都挺不和的 話說上一集就有跟大家說到 我突然想在長沙留多兩天 現在就跟大家解釋原因了 早兩天在大眾點評的時候 就留意到有一個人介紹 距離長沙南站五個地鐵站 一個名為萬佳麗廣場的商場 他就說這個商場的裝修是非常之特別的 所以我就忍不住住多幾天 趁今天就過來這個商場 拍給大家看這個商場究竟有多棒 這個商場的自我介紹都挺把炮的 他就聲稱這一棟建築物呢 是全球最大的單棟建築 不過我有Google過 全球最大單棟建築這個Terms 就發現全球最大應該就不是這一棟建築物 而是位於四川成都的環球購物中心 所以就是這樣啦 這棟建築物的確是挺大的 單單以商場的面積來說 都已經是很夠大的了 連上地牢那兩層呢 足足是有十三層樓那麼高 而樓上除了有寫字樓的項目之外 還有酒店的項目的 這棟建築物不單是帶到 他所在的地鐵站是以他來命名之外 他旁邊的那一條路呢 亦都被命名為萬家麗老的 可想而知他的老闆呢 是有多麼有錢啦 而我剛才進來他的商場部分呢 就當堂嚇了一跳 雖然他就說到自己有多麼飽跑啦 不過老實說 這裡的裝修呢 絕對是非常之平實的 跟屋邨商場是差不多 最令我凹嘴的是我身後面的 這些交叉形式 足足是有整十二層樓那麼高的扶手電梯 是完全沒有任何設計感可言 非常之平實 因此老實說 對於我這些呢 有些少少畏高的人士 在地下這一層望上去呢 是有少少牛底的 整個商場呢 是以金色和白色來做主調 兼且呢 是有整八部觀光電梯 裡面的電梯也是完全沒有任何裝修的 感覺上呢 就好像去了二十多年前的屋邨商場那樣 而由於這個商場呢 其實是有十多年的歷史 當時呢還沒有流行天花有一個天幕的設計 而這裏的天花呢 不單是沒有弄到任何燈飾 反而呢是畫了一些仙女圖案 就搞到整個商場呢好像很黑很暗 這個廣場呢其實有好幾層都很值得過來參觀一下 先來帶大家來到九樓先啦 九樓呢是一個非常之大的宴會廳來的 好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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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足足可以容納成一千四百台 從事在這裏呢擺焰 其實這件事我在例之前呢是完全沒有做過任何功課的 那但是為什麼我都可以跟大家說到呢 加恩在這裏的水塊上面呢 是直接寫到明這件事在那裏 我都真是第一次呢 見到會有地方呢 會怕死沒有人知道 連這些介紹呢在這裏的水塊上面的 另外萬加利呢就自稱這裏呢是氣勢灰雲的場面 以及高檔設的獨特裝修報告 是不是高檔我想就見仁見智啦 不過看起來的色調又藍又白的樣子 老實說我就覺得不是幾夠吉利的 另外天花板的那一盞金色的水晶燈 中間還畫了一個紅太陽呢 那個感覺呢老實說都幾不寒的 之後呢就帶大家上到11樓 好11樓這裏呢又有分為戶外和室內的部份 戶外的部份呢其實是一個中式圓林來的 除了有些金色的亭台漏角之外呢 還會有一些假山和流水 那不過如果你細心點一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其實流水呢是非常之鹹 隨便找一些水喉噴出來的而已 另外如果你是搭升降機上來的話呢 一出升降機口你就會見到一幅非常之大 兼且金壁輝煌的屏風 上面呢是雕刻了 中國歷史上歷代的帝王的 另外好像有身後面一些比較空曠的地方 也都放置了 四磚同樣都是金色的神章 但是可能由於日久失收的關係 已經是嚴重老化了 變得客面幫 當然最令我勾爆頭的就是 明明這個是一個中式圓林來的 旁邊呢竟然是放了一些西方的石像在這裡 因此整個感覺呢是非常之九不八八的 剛剛還被我留意到 原來這裡上面是掛了不少紅色深深形狀的燈箱的 上面就寫著 走進曼佳麗就如同走進成功男人的夢境女 而且我還發現 曼佳麗的曼字呢 是一個抹大隻腳的女人的身影 其實不單止這個曼字 就連個加字和例字 如果大家再細心一點一看 裡面都是一些人的展影 絕對是一個非常之有創意的logo 而十一樓的室內部分就厲害了 足足是有整十二個不同主題的展覽館 其中比較有趣的 就是我現在身處的四號展覽館 曼佳麗的老闆王先生的個人展覽 加上他其實是全國人大代表來的 這個展覽館就列出了他擔任人大代表的 這一段時間以來 其中十樣最輝煌的政績 連自己做過的事都可以做成一個展覽館 來被人參觀 可想言之 王老闆是有多麼喜歡自己 其餘展覽其實還包括了好幾個 講述中國歷史的展覽館 不過裏面的資料老實說就真的比較膚淺 只是一個中學生走到Wiki那裏 Copy and Paste 做下來的 雖則展覽館裏面也有整到部分 比較有代表意義的中國帝王的童章 但是一些基本的細節位也是弄錯了 譬如秦朝和康朝明明是還沒有椅子 但是秦始皇和康武帝居然都是有椅子坐的 由此可見的資料搜集真心做得非常麻煩 最後一個展覽館是一個立像館 雖然參觀是不需要買票 但是要網上取票 兼且必須要關注他的抖音號才給入場 裏面雖然是整了大約五十多六十個 不同中外古今名人的立像 不過很明顯全部都是沒有問當事人拿過肖像拳 佳欣絕大部分的立像都是整得非常不像樣 而且所有華人旁邊都是沒有名字 似乎孟佳麗都擔心會被當事人告 所以才不敢列個名字出來 當然整個立像館 我想最吸引觀眾的一個立像就是這個 絕對會令到我這段片被黃標的立像 令我的立像保養也是非常之差的 全場我想是有超過十個立像都是斷手斷腳 給我的感覺就像是去了一個三四線城市的立像館參觀 不過既然這個館是完全免費 因此如果大家不介意這麼麻煩走去關注他的抖音號的話 我想進去獵下旗都是沒什麼所謂的 另外這個商場絕對是一個非常環保的商場 加上我進來第一個感覺就是覺得很熱很焦 剛剛看過電梯口旁邊的那個溫度計 就發現居然是有整二十七點幾度的 加上長沙本身的地理環境就是比較潮濕 因此進來之後你真心會覺得非常之危局 很不舒服 所以太熱的人來之前記得要三思 最後就帶大家來到天台28樓 這裡號稱全世界最大的空中機場 據說是可以同時停泊超過一百格直升機 不過其實真真正正的直升機停泊位 就只有八個而已 另外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在四個角落的小屋子 表面都是鋪滿了金色浮雕 上面是雕刻了一些神話故事 其中最特別的我想就是盤古開天壁地那一個 加上它的簡介聲稱盤古當初在萬階禮開天壁地 因此有不少大陸網民都笑萬階禮是宇宙的中心 也都因為這樣 萬階禮也都拿了這句來自嘲 在整個商場裡面你會見到有不少宣傳品都寫著 宇宙中心萬階禮 另外據說28樓這裡其實是一個看一落非常之好的地方 不過好可惜今天的天氣就陰陰地 因此就拍不到給大家看 但是由於萬階禮這裡是方圓一大 比較高的其中一棟結束物 因此在天台這裡看出去的景色是非常之開揚 而萬階禮也都很聰明這樣 在向著日落方向 兼且有一條大馬路的方位 弄了長沙兩隻字的燈箱 在那裡不單止可以有機會拍到日落 兼且可以拍到下面那條大道的居水馬龍的情況 因此一直以來都吸引到不少人特意過來這裡打卡 亦都是整個萬階禮廣場裡面 我唯一一個覺得設計真心是符合現代人的審美眼光的地方 來了萬階禮廣場附近一個名為五一新村的地方 這條村應該是一條全街 因為我來到之後就發現幾乎所有鋪位都是餐廳 而且絕大部分都是一些大排檔形式的餐廳 不過我查過資料 這一頭評價最好的應該就是這間樓伯味粉館 所以就決定選這間禮絲 而雖然它叫做粉館 不過其實它最招牌的食物就並不是粉 而是撈麵 加上這兩天都吸了不少粉 所以就決定來點這個麵就算數 這一個是叫麻辣雞絲乾麵 其實湖南人都挺喜歡吃麵 而且它們的麵通常都不是濕的 而是乾拌 就是簡簡單單一個八十的麵 上面就淋上一些炒製過的食材 當然不少就是大量的辣椒 而由於炒製過的食材通常都是偏油的 用來拌麵的確是很夠香的 不過上菜之後呢 剛才我就拍了一段時間 這裏那個鵝仔就走過來和我說 帥哥 你不要拍太久 因為拍太久的話 那麵就會乾淨一塊 而我發現呢 我這個麵的確確有點乾淨 50 所以還是不說太多了 現在就來試一試 OK呀 麵真的 有點像竹星麵 但是就略為沒這麼爽口 反而會比較大一些 另外那些辣油的確是挺香的 而且應該都放了不少花椒 吃起來其實帶有一股麻味 當然同一時間也會吃到很濃烈的花椒香味 而雖然看上這麼多辣椒 不過我沒有直接吃到辣椒 所以其實就不是很辣 我想大約只有五小至四小辣 再來試試雞絲 我起初以為會很粗糙 但其實也會有少少嫩嫩的 不過老實說 可能由於本身麵已經有味 因此吃雞絲就會覺得好像沒什麼味道 其實樓伯尾這裡還有一些涼菜可以點的 本身我看到裡面有幾多好像是白灑的蔬菜 由於這幾天實在吃得太少菜 而且也吃得太多辣椒 我本身就以為正好 有些白灑的菜可以點 所以就點了兩碟回來試試 誰知道來到之後就快樂 浸服了 他也是放了很多花椒進去的 而這些菜也挺特別的 先來試這個 忘了叫蒜苗還是蒜苗的菜 應該是蒜上面綠色的部分 不錯的 甜甜的 帶有少少酸酸的 口感很爽脆 而且有一股很微弱的草青味 挺清新 挺好吃的 而且雖然加了些辣油辣椒 其實完全不辣 接下來就來試這個 香菜筋 應該就是芫荽最底下 扔著筋的部分 連筋都沒有撕走 也不錯 這個比較鹹 一開始吃下去就不太有芫荽味 不過由於筋位的纖維是比較粗 所以就可以咬很久 而越咬那股芫荽味就會越來越出 另外同樣都是幾乎完全不辣 最後就試這個 冬瓜山肉腸 試一下這裡的肉腸 跟我那一次在冬瓜山吃到的 有什麼分別 這裡的味道就更加像臘腸 而且感覺上好像沒有放那麼多粉 因此香味就會更加濃郁 但是由於是冷盤的關係 因此沉皮已經變得完全不脆 口感上就沒有上次的那麼好 好了 今集就來到這裡 下一集就會帶大家去吃 迷你版的臭豆腐 如果想看上一集 去六七十年代廠房 食超便宜雙菜的影片的話 Youtube的朋友仔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挨子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一個集的話 我們看一下